所以我想问问张女士 你平常在家里 虽然你努力营造给孩子 一个很自由很轻松的空间 但是你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吗 没有 但是呢 我有时候也观察我女儿 其实在我女儿心中呢 也有一种渴望 可是我真的就怕她到学校受不了 对孩子 我们家长如果不负责任的 随意的还她一个所谓的童年 那么将来我们会欠她一个成年 所以我这里建议 张女士完全可以 以一个孩子家长的身份 到我们的学校 中小学去考察一番 甚至你去学校更读几天 我想我们的学校 能够为你这样有误读的家长 敞开大门的 关键张女士 你要慢出这一步 这才是真正你对女儿那一种爱 那我女儿现在已经九周岁了 现在上学还行吗 没问题 年龄是有差异 但这一种同龄人的差异并不可怕 张女士呢 听完刚才这么多老师们的意见之后 你现在想法有改变吗 大家的意见呢 对我来说 我觉得对我有到很大的启发 我可以考虑 就说今年呢 我让我女儿上学 陆先生有什么要说的 从头答应都不行 你现在当这么多的嘉宾 这么多的老师 你应该写一个是书面 你给我写一个承诺 那不对啊 你写承诺干啥啊 你这个是 我既然已经要答应了 你这么善变你 就说你要是说 那说得挺好回家 你要是 你要是给我变了的话 刚刚你说还要考虑 因为没上学的事情 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需要能够有一个落实 这个我觉得 陆先生这个想法啊 有道理 口说无凭 例子为句 那我们 我们现在合意 帮你起草一个 然后您看 如果可以 咱们就签字 好不好 在经过调解团 充分的商量之后 大家为这个家庭 拟定了一份调解协议 希望这份协议 能化解夫妻之间的矛盾 能保证九岁的文文 顺利上学 调解协议书 甲方 陆华文 乙方 张倩莲 经调解双方自愿 达成如下协议 一 乙方承诺 不再反对甲方提出的 让女儿陆新闻 接受学校教育的要求 双方一致同意 今年九月份之前 为女儿办妥入学手续 保证陆新闻 在2012至2013学年 第一学期进入学校读书 二 乙方承诺 承认 甲方拥有 对女儿陆新闻的教育权 三 双方确认 双方在家庭中 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家庭重大问题上 乙方不得钻断 本协议一是三份 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双方各执一份 一份交给复合天使 节目组存档备查 张女士 听完了刘安老师宣读的协议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服从吧 我服从大家的意见 我们请两位首席调解员 为我们进行现场签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乘 Van der C